York, 又是新書推介的時候 但旁邊來了一個朋友, 很熟口面 剛剛見過 我們在哪裡見過他呢? 最近有些大熱的作品出了 他自己的台也很厲害 他介紹得很仔細 他們擅長拍的長篇式的 介紹 他就是Fan 他很感謝他和我們玩這一集的新書推介 他也做了一陣功課 高中朋友, 真是很期待 感謝邀請 又是老玩法, 先講講新書 我呢, 首先講講這本 這本呢, 其實不是一本通販書 是一本展覽的長刊 就是日本之巨大robot群將展 裡面的長刊 這個展覽呢, 現在好像還在開 尾聲, 11月12號 福江市那個就完了 但是明年有下集, 在京都 沒錯, 即是巡迷的 巡迷的 其實日本很多的展覽都是這樣 即是, 它是全國性的 即是不怕你錯過了 我還有兩次機會 或者以上的補兵 即是, 即是 即是大家觀眾朋友 有看過一些YouTube的片 這個展覽也好 但是應該很少人介紹這本長刊 我揭替大家看一下 用了一個膠片的封面 都玩一個Layer 這個設計我都幾喜歡 另外就是裡面一揭 其實就是公母一貴 公母一貴老師 他在場館裡面都有的 這幅很大的一個展示 就是三大作品 鐵甲馬牙殼 雷登 這個是超力電池盒 三大作品 裡面就是公母一貴的一個專訪 阿Fred, 你怎麼看公母一貴老師的東西 好坦白說, 我自己不算熟 但是因為我有追蹤這個展覽的Twitter 都有看到其實在場館裡有公母老師 他自己親不潰剛才那幾個機械行作品 所以我覺得都幾值得期待 他分了一些範疇 第一個範疇是一個巨大化的展示 一定有高達 环奔高達 沒錯 這個是裝甲騎兵 他在另一個地方 激動警察 好像這個展覽其中一個賣點 都是一比一的 例如呢? 就是高達 是不是可以期待一下呢? 對, 神戶的鐵人28 我也有 好棒 另外, マーコース 第一個範疇是介紹他曾經一比一 原大的一些實物 第二個範疇是介紹 為什麼有機械人的緣起 就是 完全都是鐵人28 這個 這個緣起 我想對於深度粉 追完索流的話 是會對這個展 非常有興趣 很多時候 我覺得日本的sci-fi作品 他們在做一些archive的力度 或者是手勢 是很純熟的 明明是你看過千萬次的東西 為什麼總是由舊走生平得來 我又喜歡 他又畫到一些東西 又畫到一些東西 對 有時候會 整個flow給人的感覺 就是 一個展覽裡面 看到整件事的法治 脈絡 就算看很多年的人也好 亦都可能通過一些展覽 去將他們自己以前看過的東西 再重整一次 就變回順了很多 亦都理解了很多東西 沒錯 第三個章節就是 講一些 開始摧殘期了 一些變形合體強化的東西 白花齊放 馬來俠 現在還在賣 長買長有系列 會不會考慮出這些 看大家支持一下 另外很多草圖 永井豪的草圖 一些機設 雷燈 雷燈這個變形我挺喜歡的 這個著作 還有射箭的機械人不算多 我覺得很特別 另外超力 還有一些內購 我不揭那麼多 就是不想派街了 另外後期一點 就是講一些畫面的構成 動畫畫面的構成 剛才Fred也講過 就是這個展覽裡的賣點 就是高達 其實沒有高達也很難入場 你說機械人身 對 即是你不可能沒有高達 他亦都有一個章節 來講巨神兵 公其進老師的作品 雷燈 另外就是我的最愛 看人之下 你怎麼看這個機器 你們開發 其實很有解釋到 我覺得作為一個巨大機械人 他有鋼筆 有起動裝置 有很多的油壓 會豐富到你對機械人的想像 是 是邏輯化了 邏輯化了 然後其中一個章節 就是其他再後期一點的機體 是 是 再後期一點的機體 我看他宣傳 都很著力去推 就是我們小時候看最多的解構圖 是 內購 那些 你只買一本東西回來 沒錯 這本就是我幾強硬推介的 其實香港就有某些玩具店有代訂的 那如果觀眾朋友是覺得有興趣 可以 找他們 或者自己親自去福光買 哈哈 那第二本呢 就是 Model Graphic 的一個 一個 我想一個輯錄 其實就是 裝甲騎兵 近期裝甲騎兵 都叫做幾hit 因為 BG出了一個HG模型 那 接下來他的 明年年頭 都好像是出這個Metal Bill HIGHMETAL R HIGHMETAL R 沒錯 另外就是 3CWO出了他的一些產品 近期都是幾受注目的 剛剛夏天 剛剛完成了 在日本的VOLTUM 40周年展 反響都幾好的 這本其實 Model Graphic 其實我的經驗 我的經驗 真的 我順利很個人 他的模型的完成度 水準 我覺得是最高 我覺得他最高 如果喜歡 看模型實體完成品的話 我想這本應該幾滿足到觀眾朋友 Model Graphics 我們有時候做資料搜集 都有買過他不同專題的雜誌 譬如有一期 我不記得他是不是說飛行的載具 我給我的感覺 如果你用Hobby Japan來比較 就會是一本比較廣告雜誌 可能是 類型是寬一點的 但去到Model Graphics 他集中在一個課題上 可以滿足到你很多 沒有看過的東西 沒錯 在同一個主題裡面 那Fat你怎麼看 大學元老師這個機器 嘩 首先我要說一下 我開過Voltum 嘩 這個是 很普通 老闆 這個是發生在很有幸 那時候 還有VR管的時候 在新宿 它有一個是Voltum 機體對戰的一個 機動遊戲 那我跟我朋友 對打的時候 它是有一個 我講得是VR 就是你 幻想你坐在鐵甲棺材裡面 有聲有話 你是覺得自己會死的 因為我輸給我朋友 去到最終 而它很簡單的操作 就是 鞋子才去 還有開槍 它是這個機體的特色 對 最後我玩的時間很短 因為我很快就死了 有沒有體感 有 撞的 因為它打實彈槍 你是燈燈燈燈燈燈 好正 另外 其實這一本書 我都無謂派家 因為剛剛出了街 我想過兩月左右 這一本書 我真的想好一好 給觀眾朋友看 哇 那塊護花 那些技術 真的生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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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模型 我自己公司也有個類似的情況 放了一塊模型 倉庫 沒有人的完成品 有它刮 十幾年 拿出來撿倉庫 才看到 才變成這樣的樣子 應該叫陳年 觀眾朋友可以看看 它的細緻 那些生壽的細緻 它的質感 很高 水樽很高 這隻 我覺得這個章節我最喜歡 它還很強調 格數也很大 就是讓模型迷看回它的技法 我覺得很適合用在Voltum身上 譬如沼澤狗 打重林戰的時候 一定會生壽 其實全部 這個很重的軍事風 你一定不會做到很亮 或者很光潔 一定是殘 沒錯沒錯 那時候你們也推出過 張學騎兵的產品 那是另一個產品線 B to 5 廢列 有什麼可以分享一下 可以當時 那時候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因為定位 是希望大家可以拿上手去玩的 但是也有軍事感的話 在攪拌膠色那裡 我們花了一些心機 就是做到那個迷彩的效果 當然大家買不買賬 就看各下見仁見智了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一個不錯的經歷 是 一個挺高水平的作品 我也在玩 哇 謝謝支持 謝謝支持 好 接著就是第三本 今次我新書推介第三本書 那本東西 不喜歡的朋友 捱賣他 喜歡的更加要支持 就是銀河漂流 其實這本書呢 我也是女霸女士 繼續買這個系列的作品 但這本書相當不錯 齊七七四十周年 很多東西都四十周年 北京北角 我們都 好了 先講一集 其實這本書的模型的示範 都挺高水平的 開頭也是他很強的編輯 可不可以穿上一罐的水平 先運輸 沒錯 先運輸 然後就是 不知道看過多少次的機設那張畫 即是延遲 一定要看的 然後就是畫 其實最大印象就是 他是圓孤輪 他肩膀的圓孤輪 反而是令人的印象深刻 嗯嗯嗯 沒錯 而且那個年代開始 就不是很巨大化 那個比例 開始寫實靈 開始矮一點 其實是小隻的 如果你說真的設定的話 就是蒼流星的風格 對 對 大家的下場都一樣 哈哈 其實那一期全部都是悲壯 都是悲壯 悲壯 其實這個大國 故事悲壯 銷量更加悲壯 坦白說大國也挺一般 哈哈 即是直說直說 即是我覺得 觀眾朋友可以指正 這個不是訓練機嗎 好像是 暗戀機不是 是黃色的 這個分析都挺有趣 那就是那句 不是太派街 因為這本書 就是那句 剛剛新出不久 另外呢 就是他後面也有些 挺有趣的專題 無故介紹一些鐵球 很有趣的 他那個編輯 有樣子還頂人的 是 是 例如呢 是 即是我都未試過 在無形雜誌 或者用玩具相關的雜誌 有東西吃 教你怎樣做東西吃 哈哈 即是這件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未試過 在後面 在後面 有汽車 後面 後面 如果你說食物 有賣 在這裏 真的打了個凸 教你做宵夜 對呀 食物 海南雞飯 死了嗎 另外就是 剛才Fat也講過 他又講回 致敬了 舊版的韋基利 嘩 這盒很厲害 有沒有玩過呢 小時候沒有這個福分 所以積聚了 很多怨念 現在就 還有他也會介紹一些說明書 都幾細緻的 編輯 這本都 我覺得真心說 都幾抵玩的 這本是2000日圓 OK 這本是值得玩的 起碼他沒有什麼說過 是 另外就是 我們每集都有彩蛋 那Fat就很細心 他看到我們上一集 講上田信 一定是 上田信 大家都看過他上一集 如果有看的話 那本畫集 那些畫是很厲害的 上田信的師傅是誰呢 就是小松奇謀 其實小松奇謀 就是一個大師 絕對是大師級 絕對是大師級 很多年了 就是 班戴 他旗下畫很多 POPPY當年的 一些模型的彩繪 特地拿這本來 大家 一定有共鳴 如果有玩具 就是 其實他去到機械人 已經是小松奇謀老師 比較後期的作品 因為 小松奇謀是生於大正時代 大家都聽過大正浪漫 其實那時候有很多文化的東西 都是那時候百花齊放 其實是Cat Bean 可以問 絕對是 因為是一個Era 就是跳對另一個東西 全部東西 入到那個年代都會出現 沒錯 沒錯 我覺得他的畫風 都很受當時的文化分為影響 是 歐洲風 是歐洲風 但他兼容並包 下了自己日本人的文化 亦都是他們很多做文化事業的人的一個 就是他很擅長去把外面的元素 不是Copy 而是融入自己的風格 沒錯 才有新的東西出來了 就是他落色的那些 根本就是有油畫的感覺 跟他們日本自己本身 一向落色的方式 又完全是另一種 原先日本畫 是天柔和 所以他加插了這些特殊的畫 絕對是 絕對是 不用試 還有我覺得小松奇 牟老師 他在最早期 說中超和早年 他要畫這些 空想科學向的畫 他不跟我們現在有Google 有各樣的參考書 還有我很肯定 當日東影 不會給他這麼多資料 絕對是 我相信他的想像力 是完全靠畫筆呈現出來 去inspire到後期很多人 他有更加多的新的東西 發揮出來 以至到上一集你們說的 上田信老師 他畫的MSV 即是現在我們用錢 來化作我們的他的愛 真的沒辦法 這些全部都是天價模型 絕對是 即是現在你要買回來 當然這些有復刻 畫很多 即是這個年代的小松奇 不是大紅人 我覺得很多回憶 很多回憶的事 因為很多都是你們小時候 無形譜也好 文具店也好 文具店也好 士多也好 你看到那個描述 沒錯沒錯 無論是你可以放學的時候 拿上手看 又或者在廚窗裡面 只能夠隔著來舔 都是那個盒子 都是那幅畫 深集了回憶在裡面 其實由Fred和York說他們的感受的時候 我揭每一頁都是一個精品 是一個很精彩的畫 我相信以至到構圖 因為這些東西在我們真實世界是沒有的 沒錯 所以那個畫師 他自己怎樣呈現 自己把整件事都量出來 對 顏色怎樣落 沒錯沒錯 怎樣吸引人家去買呢 他在掃說那件事的真實感 讓我們投入到在裡面 這個就是那些特攝 特攝 以前真的只是拿一支畫筆 真的拿一支筆 對 而且那個年代不流行產品攝影 真的靠一幅畫 這個是皇板特擊隊 這兩盒都很貴 這些是其他飛機模型 全部都是有出的 全部都是產品的採繪圖 他都圖裡滿門 另一位大師就是高賀爾茲 都是他的徒弟 另外美田達爾 都是我很欣賞的一個 畫高達畫很多的 美田達爾 另外一位就畫很多 人像很厲害的 整個石原浩人 這個畫人像也是很厲害的大師 全部都是他的徒弟 很厲害 但很可惜資料有講到 小松奇茂老師 他因為大正年代出身 大家可以數到 他經歷過二戰 經歷過大和號落船 而他家其實因為戰爭和後期失火 都有很多作品已經燒了 所以我覺得這本很珍貴 另外就是 始終他在那個年代走過來 又經歷過戰爭 有故事 他這些畫真的有故事 很有故事 有歷念 這一本基本上 當年就不貴的 三千多億 我知道現在也炒得很厲害 近期見過 就算某些拍賣網 都接贏四位數字 如果你說觀眾朋友 有些朋友還沒買的 如果也想買的 我也挺支持你們去買一本 這本是絕對精彩 小松奇茂 有就好禁 崩基立正 集大成了他那個年代 一些我們比較認識的東西 今集節目 為何阿Fat在這裏呢 除了跟我們講講書之外 熱身之外 當然是有原因 還有事要做 當然啦 如果大家玩開玩具都知道 近期有一個經典的作品出來了 就是宇宙戰士 我們跟阿Fat不如這樣說 就跟阿埃文 就跟他拍了一集 《機戰雲》 接下來都會順著節目表 就會播出 希望觀眾朋友 到時支持阿Fat 帶著我們講 沒有沒有沒有 多謝大家支持 Post 拍散 我都很期待那一集的出現 那我們下集再見好不好 好